Chat 的让本试题 贴派问第一题 是一个 simplification的题目 题目是xy 拥乎square over x的负五次方 乘乎y的六次方 這是很基本的,可能是中三程度的一個signification 只要你熟習index的運作就可能容易做 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拆了括弧 這個square就分別分給x和y,變成x2和y2 那份母呢,因為這裡有一個負數的index 我們就有一個skill就是要把這個變成正數的index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技巧就是 譬如說A的負Q次方 其實就等於1 over A的Q次方 那如果是1 over A的負Q次方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整個數調上去分子 那就可以將它變成一個正數的index 那所以x的負5次方 現在就看份母 將它調上去分子變成x的5次方 那然後y的6次方照寫 那我可以開始把index加減它一起 那第一件事就是x 就將x的group起來 那然後index就相加了 那就是x的7次方 那這個是第二個property 第二個skill 就是x的a次方 乘x的b次方 那就是x的a加b次方 那輪到y了 那y呢,就是分子有2次方 分母有6次方 那弱了就剩下分母有4次方 那就是第3個property 就是y的a次方 over y的b次方 就是y的a減b次方 那但是呢 因為這次分母的index 大於分子的index 那就是 所以其實就是 變成1over y b減a的次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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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но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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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